大家好,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报》 YouTube channel 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戴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台 《芒向、正向、晒冷气》 分享、点赞和订阅 晒冷气现在很特别 除了有些甜,还有些接地气的语言之外 我们几位主持亦在上面有打机 大家多多捧场 打机当中亦有些很有趣的评论 所以大家希望捧场 网友问你什么时候加入一起 我说过我发誓不打机 所以没办法了,不好意思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打机是一种竞技 我们今节也是说另外一个竞技 而且是一个盛事 应该说很多竞技的盛事综合体 是什么呢? 就是东京奥运会 大家知道之前 其实拜登和随格的盛议委 有会晤 日本看起来好像会做 美国的基石去抗中 不过这样 我们中国人比较公事公非 习近平也表示 19爆发以来 国际奥委会做了不少功夫 也为全球团结 抗疫提供了正能量 疫情对奥运会 等等的体育盛事 的确做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中方愿意继续配合 国际奥委会支持举办 东京奥运会 这个其实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就是昨天 习近平 与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克通电的时候说的内容 还有中国说 愿意与国际奥委会加强疫苗合作 共同构建 保护运动员安全参赛的有效评价 习近平更强调 中方正在围绕 如期举办 北京冬奥会和 东产奥会的目标 不断稳步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他说 北京冬奥会 东产奥会 亦是世界各地的城市 是全球运动员 公平竞技的舞台 感谢国际奥委会为北京冬奥会和东产奥会的筹办提供积极的支持和指导 中方对于北京冬奥会和东产奥会预期成功举行充满信心 愿意和国际奥会和国际社会一起确保北京冬奥会和东产奥会成为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事 巴克其实也有回应 他说 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与中方良好的合作 愿意与中方加强疫苗合作 当前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处于重要阶段 国际奥委会会坚守奥林帕克宪章 反对把奥林帕克运动会政治化 愿意与中方继续紧密合作 全力支持中方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和东产奥会 其实中国说愿意提供疫苗 不过其实现在看到的消息就是 辉瑞BioNTech就会成为东京奥运会的疫苗 美国的辉瑞和德国 他和他一起合作 当然BioNTech 其实就一起宣布 和国际奥委会 含成了这个合同 合约搞定了 就会提供东京奥运会参赛者和工作人员19病毒的疫苗 在协议中就说辉瑞BioNTech 就会提供东京奥运会代表的疫苗 还有他们在一项声明中就说辉瑞BioNTech 他们就会和各个国家的体育管理机构 一起联系 以确保所有前往日本的相关人员 出发之前都可以打到疫苗 辉瑞BioNTech还说提供 给参与赛事的代表 的首席营运会预计 五月底就开始出货 希望就可以达成目标 你说希望其实我有一点害怕的 因为经常缺货 你跟澳洲说的都是什么 说一下又说不好意思 二年底才到 那就麻烦了 我说你不能再等了 还有他们就说确保 代表团和相关工作人员在抵达东京之前 可以接种到第二剂 国际奥委会主席刚才说的 巴克先生 他就说对于这个协议 是十分欢迎的 他就说受到19的影响 东京奥委会 居办的时间 已经由去年的夏天 延迟到今年的7月23号 8月8号 其实 整个东京奥运会 预计就有11,000名运动员参加 其中很多人已经在各自国家 已经打了疫苗了 你是说举行的 但是日本也有很多人柴台 其实日本现在19的疫情 依然是严峻的 昨天 新确诊的案例 就达到6,054宗 这个都是今年1月16号以来 日本第一次 单日突破6,000宗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呼吁 不要搞了 好大事啊 直到今天凌晨 已经有24万人联储 呼吁政府 考虑民众健康问题 停办奥运算了 大佬 这样说吧 大家知道其实水格哥 菅义伟卿 即是日本首相 其实决定 将东京都 大阪府 京都府 兵府院 四地的紧急状态 延长到 今个月的31号 同时 12号起 外资院 和福江院 也列入 紧急状态实施的范围 外资院其实就是大马sir喜欢那位 三上的家乡 现在 其实是这样说 现在 日本也是很严重的 鉴于19不断扩大 有人就觉得 是不是不应该强行举办奥运 举办奥运 可能将 日本人的生命和生活暴露在危机当中 其实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 与刀功建议 其实 5号的时候 是发起联署的 其实也挺厉害的 5号到现在 8号凌晨 我未看到最新的 已经有24万人了 两天多时间 还有 其实 各大的报纸 也是说 很多日本人希望取消或者延期 举办奥运 延期有没有办法 不行吧 难道你下年 下年就很搞笑 你奥运是两年 大马sir觉得这样会很尴尬 所以其实我觉得 哎呀 不如 几大几大烧买就烧买吧 监议委就想着 硬上马 硬上马的啦 现在也没办法的啦 现在最怕是他玩到一半了 赛事走一半的时候 万一再大爆发 就不知道怎么收货了 最担心就是这一个部分 真的呀 还有你知道吧 奥运时候 有些人就会 我们讲过啦 有些人喜欢 做一些动作 是吧 所以丹丹都是很好用的 喂 那会不会有什么亲密接触啊 最害怕的这个 这个不是开玩笑 哎呀 只可以这么说 东京奥运 我看过一世都照走照去的啦 但是 会不会 搞到日本之后一辅也是呢 那我当然不希望啦 是吧 都想去顺利搞定的啦 那是 畢竟是国际政治 对于一些已经是 尤其是对于老运动员 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届奥运会 我都讲过其实 和我做这个毕业论文的那位 人兴 虽然二十几岁 但是其实他都说 他24岁而已 但是他说搞完这届也不搞 做运动员很辛苦 因为他是那些 那些是比较辛苦的项目啦 田径类的东西啦 所以现在二十四万人 说要取消呢 应该是衰格哥了 就是菅义委是不来的了 还有说回国际奥委会主席刚才说的那位巴克先生 就计划 这个月 17号到18号就访问日本 不过 鉴于日本延长了多个地方的紧急状态 所以 巴克先生这次的计划 预计都会取消的了 如果他自己不去日本 17号到18号不去呢 也是令到有些人觉得 喂 喂 国际奥委会主席也不来的 那是否更加多的怀疑态度 以及一些舆论会出来呢 我觉得也会 现在 有一位人兄 正在访问日本的 就是世界田联主席 蔡霸斯蒂安 其实 他也是在 昨天 跟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举行了会谈 他就说 理解到今年办奥运 令到很多人感到不安 但是 承诺 会和 东京都 团结一致办好这个赛事 小池就说 我们 日本方面 亦都会 用尽全力 举办一届 安心 安全的大赛 谋扣各个竞技 团体的支持 不过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多家 美国媒体 敦促日本政府 停办奥运吧 可以了 真的不打碰了 再这样 我的态度就是 觉得 无奈之举他都要搞了 如果不是更糟糕 所以 说真的 决策者觉得要搞了 亦都可以搞了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